在本视频中,您将学会在跑步时运用复式呼吸法。 相比普通的胸腔式呼吸法,复式呼吸法可以吸入更多的氧气,从而提高跑步时的效率。 这里,我们将学习如何在休息时以及跑步时采用复式呼吸法来呼吸。 首先是休息时的呼吸法,双手放在腹部站好,利用鼻腔深呼吸5秒钟,胸部保持不动。 此时,双手应该能感觉到腹部的隆起,并吸约3秒钟,让空气停留在身体之中。 然后呼气5秒钟。 在呼气时,背部挺直,双手同时缓缓按压腹部。 尽可能地将空气全部呼出,然后重复这个呼吸动作。 第二,跑步时的呼吸方法。 在跑步时,您需要经常练习这种复式呼吸法。 正确的呼吸方法可以让您将身体中的二氧化碳充分排出,并吸入更多的氧气。 呼气时,要将肺部和腹部的空气完全排出。 要做到这一点,需要充分利用腹部肌肉,收腹,挺胸,保持背部正直。 在空气完全呼出后,再利用腹部深吸气,然后重复这个步骤。 呼气的时间应该是吸气时间的2-3倍。 时刻保持正常的呼吸节奏。 不要在跑步时秉吸。 为了正确地进行腹式呼吸,注意在每次吸气时,肩膀要尽量放松,不要紧绷。 现在您已经学会如何正确地进行腹式呼吸了,享受跑步的乐趣吧。 谢谢大家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